吴爷,最近网上吵着老人在敬老院受委屈受的挺多的,您怎么看啊? 我告诉你,现在的养老市场就一个字,乱! 我告诉你,不是欺骗老人的,就是欺辱老人的 欺骗,你听着啊,什么投资养老,买房养老,什么旅居养老,兴趣养老,这养老什么? 都是骗老人的钱,那还好说,我不上当我就说 那你说那敬老院,公立的进不去,高党的住不起,中党的活收罪 那可不是吗?那你想想,这种情况,这普遍呢,你还说什么呀? 是啊,你说什么呀?这个你问老人,老人都会说 您怎么上敬老院,我乐意,为什么呢? 他怕孩子添麻烦,对不对?孩子你可要明白,你把你妈你爸爸送到敬老院的养老院啊 实的时候,你可知道,他们是为你们才去的 对啊,他不愿意给你孩子添麻烦 你看看,原来有一只鸽,常回家看看 谁给帮妈洗碗,跟爸爸聊天,是吗? 是 你们谁帮妈妈摔碗?你在家都是吃外卖的,打个电话送什么 那不是骗吗?跟爸爸聊天,那孩子十分钟,八分钟打电话 哎,临走,大包小包往回低了 是 最后回头,那棵葱还拿走 哎,哎,但是老人高兴,高兴着了 走完那天晚上都睡得踏实 为什么呢?老北京的人啊,有一句话,我妈告诉我的 哎,明知是个当,人人都得上,一半还一半,不冤不乐 我冤,我乐呀,现在乐吧,乐大发了,上了敬老院了 因为他喂孩子,上了敬老院,这孩子还乐了 你就别乐了,跟着乐了,你知道为什么 你得尝到敬老院看看 你该说了,我看看,多买点东西,别买点 那东西啊,也是护工分着吃的 你知道,因为他说怕老人啊,小娃不好啊 啊,完了以后呢,你看看你妈和你爸爸 你再去的时候 那手啊,紧紧拉着孩子,不刹手啊 你问什么,他都说好,好,好,吃得好,睡得好 为什么,那护工杠着,他不能胡说 你知道吗,你都,再说了,他为了你,怕你们担心 你就信,好好,你在他,你想,你死死拉着 拉着你的手不放,你小时候生幼儿园 不愿意去,你死死拉着你妈,你爸爸的手说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他说,他能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现在啊,要是真有一个 积德行善的作家,那么作词作曲的 给老人写一首,让孩子长到敬老院看看,行吗 让他们长去看看,看看 从你妈,你爸爸的脸上感到受到的委屈,行吗 你也得长去看看,你要问他可不行啊 现在,我可以看,有的人说了,这是敬老院的护工,农村招的,素质地,什么什么 临时工,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看他素质高一点,他上城里刷碗去还六七千了 这就不容易了,他看四五个老人,他有委屈,冲谁撒 冲老人撒 他掉了失能的老人,给绑他,掉了地的包子,给谁撒里头 还有那个能活动的,不能出去啊,出去摔着怎么办 他是忙,他赔不了你 你想你们家这只狗,你怎么知道一天都带出溜了 你让老人撒在屋里呆着,活着就得动活动活动 儿子们,你们想想,孩子们你们想想,别忘好了想,没没知道 我妈得进来,别去,行吗,尝回去,尝去看看去 你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我哪知道 怎么办我不知道,谁管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回事 对吧,过两年我不是还得去吗 所以我就偷心我的说一句话,行吗 就是,当老人在敬老院,在养老院走完最后,人生最后一段的时候 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脸上了别带着遗憾 眼里别含着委屈的泪花,行吗 好,吴远,说得好,说得好,吴远说得好 буд legacy 休息啦 你不信息? 真是苏 对